Yo 我是假新聞 網路有人說 因為俄國和烏克蘭打仗 西方各國竟然 凍結俄羅斯人財產 根本趁亂搶劫私人財產耶 也太過分了吧 等等 看到可疑訊息先別急著相信 歐美凍結俄人私人資產 侵犯私人財產權 這個標題只對一半 的確有些俄羅斯權貴的財產被凍結 不過凍結起來是為了防止這些錢 被用在戰爭上哦 一起來了解這次俄羅斯被經濟制裁的背景和目的吧 經濟制裁顧名思義 是指像是聯合國、歐盟這樣的國際組織 或是單一國家 為了要達到某些外交或政治上的目的 所以針對某個國家或地區 採取的非武力強制性措施 例如油氣和武器禁運、凍結資產 特定物品禁止進出口等等 那為什麼俄羅斯會受到歐盟還有其他國家的經濟制裁呢 就是因為很多國家都不能認同俄羅斯 對烏克蘭的侵略行為 所以歐盟為了讓俄羅斯決定侵略的勢力付出代價 還有要阻止更多資源被用來打仗 才會聯合世界各國一起發動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並不是隨隨便便就干涉私人財產 等等 可是也有反戰的俄羅斯人啊 他們不但要被迫上戰場 還要被凍結財產也太可憐了吧 你的講法是錯的 歐盟的經濟制裁沒有針對一般俄羅斯老百姓 實際上受影響的是877位自然人和62個法律實體 制裁的理由是他們必須為俄成俄羅斯侵犯烏克蘭的行為付出代價 比如說被稱為商人官員 專門替普廷解決商業問題的俄國億萬富豪尤斯馬諾夫 還有其他十幾位富可敵國的政治家和商人 因為在石油、銀行、媒體、運輸這些政府的關鍵經濟部門有重要的地位 被認為可能提供了攻打烏克蘭的資金 所以才會受到制裁 一般俄羅斯人不是制裁的目標 那這些富可敵國的商人 歐盟凍結了他們的錢 難道不會拿去用嗎 這個問題問得好 根據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的法規 凍結資產的意思是暫時保留財產 也就是說並不能隨便挪用凍結的私人資產 而且凍結財產也會有期限 不是無止盡的凍結 原來凍結資產不是隨便搶錢 我如果想幫助烏克蘭可以怎麼做呢 有個比較不一樣的捐款方式 有網友發起烏克蘭AMBNB指定不住活動 利用訂房但不入住的方式 讓捐款在24小時內送到當地人手上 另外4月1號前也可以透過財團法人贈災基金會的專戶捐款 來向烏克蘭人傳達愛、支持與鼓勵 如果想查證類似假新聞 還可以搜尋事實查核單位 看看查核報告怎麼說 關鍵評論網也有烏克蘭危機專題報導 點進上面的連結可以看更多資訊 下面置頂留言也有節目問卷連結 要點進去寫一件喔 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給你們的好朋友喔